请师父时悲解册 什么是舍利子和摩尼珠 请师父开始关于舍利子和摩尼珠的风格 那个摩尼珠呢 我在那个白话佛法上曾经讲过 那个舍利子呢 他主要是讲啊 当一个人一生修为非常干净 他一直可以修到 他的脊柱每一颗 每一颗就是我们说 后面的脊柱后面的一根 就是一根脊柱啊 它当中上面有一颗颗骨头的嘛 他修到后来呢 就是完全呢 修得干净的呢 清净无为的 就是完全烧出来之后会透明的 所以人家说佛身上有舍利子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 他一生的修为啊 修得非常干净 他的肉身也会有所作为 并不是代表他的精神有所作为 他的肉身也会啊 烧出啊 修出舍利子出来 其实舍利子呢 就是代表一个人干净 因为你说长期吃素 他又不吃那些肉 脊 他在骨头当中都不会产生一些毒素 啊 而且呢 吃素的人呢 维他命C啊 各方面高 他其实对骨头啊 反而会啊 啊 补充一些钙质 然后呢 让他的骨头非常的啊 挺拔 然后呢 比较干净 再说呢 他一辈子念经修心 菩萨的加持 他的气场流通 他的骨头 等到走的时候 他骨头烧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烧出一颗颗舍利子出来 透明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很重要 摩尼珠实际上 我只能跟你稍微讲讲 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境界 啊 摩尼珠实际上 就是你的本性 本性当中的一个智慧 一个智慧 明白了吗 就是拥有你本性当中的智慧 来消除人间的烦恼 好了 嗯 我说讲 摩尼珠实际就教一句啦 那肯定的啦 舍利子是人间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啊 这个 涅槃之后 所遗留在人间的 啊 一些啊 我们说物质的东西 而摩尼珠是本性 啊 良心 本性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智慧的 啊 把它形成为一个珠子一样 就走到哪里解决到问题 解决到哪里 就是一种智慧的能量 明白了吗